如果你有机会来潮山 这份两天一夜的本地美食攻略 请收好 一共有七家老店 上头是一座公认的美食之都 点赞收藏 来潮山的时候一定用得上 真的太好吃了 第一家 姐妹早点 姐番茄面怎么卖的 16 那我要加两个鸡蛋 加个蛋是多少钱 加一个蛋块 这是一家开在小河边的早餐店 关键超介意 现在早上6点多 这个鸡蛋可考验技术了 浓浓的那种番茄香味 第二家 丰蒂白粥 上头最便宜的白粥店 四个人八个菜 105 这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 没有环境 但是有味道 然后性价比真的很高 潮汕腹足 酸菜苦肠 这应该是我今天吃过最便宜的白粥了 第三家 东卖的美食狂欢秘密基地 今天带了点小酒搭配这个烧烤 绝了 教你们怎么快速调一杯百香摸鸡头 百香果垫底 满杯冰块 加一点五份百家的摸鸡头 一份巴黎水百香果小彩罐 就等于一杯百香果浪漫摸鸡头啦 游手就会 是不是很简单 干杯 你是不是为了我们偷诗啦 酸酸甜甜的好不好 为了你们学的 夏天搭配烧烤喝 超级解腻 加摸鸡头不用多介绍了 加了百香果气泡水就更新鲜 在这炎炎夏日 下班回家跟几个好朋友来上一杯 加满足的气泡涌上舌尖 浑川巴黎 咱们还可以调一杯 地丸爱美丽嗨棒 捣好的荔枝 满杯冰块 加一个小清凌饺 拿出帝王威士忌 十二年 加三份巴黎水荔枝小彩罐 装饰一下 干杯 超满足的气泡感 好爽啊 层次很丰富 可以感觉到一点荔枝的味道 刚好中和了甜度 甜而不腻 朋友聚会餐桌上来点我的特调 大家一起微醺起来 第四家 阿璐大排档 他这家店呢最难得的是 看似很普通的小店 但是味道一点都不普通 真的算你一口一都不及时的那种 如果你想吃牛肉的话 就在市中心 两个人110 听说这个怪鱼很多人不敢吃啊 但是我们这边呢做了好多年了 所以很多当地人都点这道菜 这边有开多久了啊 76年到现在 第五家 陈海砂锅饭 汕头沙茶牛肉包仔饭 最便宜的15块钱 然后最贵的是20块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真的好香 他们家在潮汕做了十几年 一直都是用生米来包 来汕头就是为了这口包仔饭 真的光滚的就很香 哇 五块钱的猪肉丸汤 老板自己做的 吃包仔饭 第六家 核心大顶牛肚 没来上头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一碗简单的盖饭 可以做的这么好吃 20块钱的牛腩饭 10元先切现烫的牛肉汤 20块五香牛肉盖饭 五花子不味哦 这才是真正的五香牛肉 加点干香小辣酒 牛肉真的香 辣椒也是真的辣 如果你在潮汕上 遇到这种东西多 品香好 还很朴素的小店 那就是别人口中的 宝珊小店啦 您就没可以吃过啊 到吧 第七家 阿向肠粉 普通的肠粉 7块钱一盘 番茄牛肉虾鸡蛋生蚝才14块 真的特别 完全 潮汕的商务室 它的产品都不太一样 上头这边呢 偏向广州那边 广州呢 是花针酱的煮 如果你们有来潮汕 希望这份攻略 对你们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哦 回家 赞一段 抖晕